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是卖海报 还是卖一些纪念品 玩具 拉个部分才能赚钱 但是你还是要那个戏有一种大家去朝拜 我许说大家都旅行 买个机票 同时戏票也买了 就是要一个成功的戏 可是你不能只靠那门票来赚钱 他必须要成为一个品牌 没错 必须要成为邪教才能够 嘉惠博士 你是写字的 对吧 是 你认为靠写作能致富吗 那看你跟谁比了 我说起写作来赚钱的话 你当然比我们还是有钱 我那个还蛮自豪的 像还有看你在什么样的工作生活状况下 我感觉骄傲是因为20年前 许多年前我读博士班的时候在美国 大家都是穷学生 每个人的老婆自己有小孩 可是老婆还要出去打工 替人家带小孩赚钱 我就不一样了 我老婆不仅不用出去 我还请了几个保姆回来 几个保姆 白天跟晚上 还有一个保姆适合我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边读书的时候 一边在香港写作 你有专栏了 写专栏 这有稿费 假如在那个状态下面 那个稿费虽然不高 可是已经让我成为 留学生里面的富户了 我是那个富二代 所以你写得快 是吧 写得快 而且那个收入是稳定 写专栏是因为可以稳定 所以要看跟谁比 当然我们不能跟那些上销书作家来比 你没有办法跟我们现在中国的作家富豪榜出来了 你们可能都看到 咱们也盛带看一看 我也很好奇 最富裕的中国三个作家 他们的书居然我都没看过 给小孩看的 给小孩看的 这个有意思 第一你看 第一名杨洪英 老实讲 我这咕噜寡闻 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一号人 实际非常火的一个儿童的作家 儿童文学作家 杨洪英 2010年的这个版税达到了2500万 2500万 然后郑渊杰 这是儿童文学大王 1900万 你在看后边 你还能看到一些咱们熟悉的名字 像什么郎仙平 韩寒 还有王猛 贾平蛙 金庸 金庸 还有星云大师 龙应台 反正这个都是在这个富豪榜上 排到了2020位 怎么没有人闻到 我觉得我替我朋友感觉蛮难过 也没面子 闻到 我还以为他不来 是因为他已经在上面 闻到是畅销书作者 闻到人家都得奖 还是畅销书作者 是啊 畅销书作者都上不了这个榜 我觉得真的 他是富豪榜 作家富豪受版税的 你就发现没有 在中国 你看前三名儿童文学 给孩子看的书 这我倒没想到 我过去一想到看书 都是说看成员的书 现在就看来 这个要仅仅根据钱来看的话 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中国的成年人 他不会达到一种 人手一本的这种看书程度 对吗 但是中国的父母亲 肯定愿意为孩子 去买孩子的 应该看的读的书 甚至可以到人手一本的 这种程度 还有不只人手一本 是人手几本 是啊 因为你有没有看到 年轻人的书 还有儿童的书 通常是系列作品 一系列的 他不能 他又收那么多的版税 坦白讲 他不能只靠卖一本书了 所以你看 那个哈利波特也好 其他国外的 斯蒂芬康 什么 都是一系列的书 当你买了一本书 喜欢以后 你就着迷了 所以我们看那些 儿童文学就是 父母会买 第一本可能是妈妈买给你 第二本呢 这是你去偷妈妈的钱来买的 我跟你讲 你说这个中国作家多能赚钱 实际上啊 还是跟人家外国没得比的 我再给你看一个榜 就你刚才说的 一样无独有偶 也算是儿童文学吧 但是是成年人的童话 对吧 哈利波特 你知道 不是说这个人 就是在全世界 比咱们赚钱多呀 就光在中国 这个哈利波特的作产 9千多万 咱们那前三名加起来 都没人一个人多呢 你说说 但是哈利波特这个 真的是一个特例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最重要的一个 它有行销 然后这个行销 它已经超越了出版 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 最强势的媒体 就是电影 但凡你有电影 而且它还要把它 那个跨度 拉到十年长 你想想看 这十年完全是 哈利波特的 现在我们这个冬天 我们马上要上 哈利波特的 这个最后一集的上集 大家都觉得说了不起 因为再到夏天的时候 大家就要say goodbye了 我们就到别了 所以对这个 这个最后的 这个实践的关键 他们觉得说 我一定要去参与这件事情 所以他不是在读书 我挺不明白 这个书啊 我当然是没看过 从来看不懂 就哈利波特 怎么那么风靡全世界呢 这个我倒是有发言 你们有研究吗 你先说 你先说 因为我为什么有发言权呢 我女孩是哈利波特迷 那我要陪一个他看 我全部看 第一个我们必须很老实的说 他文字写的好 文字读起来很有感觉的 很有音乐感 任何的 他翻译成中文 在中国也最赚钱 这是第二个理由了 没有 那有很多理由嘛 赚钱跟文字 他文字好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故事 非常的精彩了 他把那我对小孩的教训 小孩对成人世界的不信任 他说其实一直以来 多小的玩具商人去求他把哈利波特的品牌拿出来 我们生产其他的玩具 他几乎不要了 只有一两个可以 他不跟什么快餐店什么什么完全不合作了 其实他要赚钱的话 他有原则 那个罗宁啊 可以赚到更十倍的钱 他说不要 因为我自己有小孩 我不希望我小孩去吃那些垃圾食物 所以我不跟快餐店来合作 也不跟什么巧克力那些工厂生产商来合作 所以看你怎么来看 还真实 道义有道 但是这个东西也是很好玩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好莱坞 过去这十年发展出来的那些动画 也是跟以前很不一样的 我们还在说以前的那些 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些迪士尼 跟今天我们在看这些玩具故事啊 这些最大的一个分别就是 他把小孩跟成年人的那个世界 用一种真的是言之有误的方式 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呢 常常大人也能看 大人也能消费 因为大人看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一个 重拾自己的一个赤子之心 那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有时候在我们中国这个文族 或许这个文化里面 真的没有像在欧美 或许特别是美国人 有的那么这种天真 就是大了之后还是很天真 我就是觉得 就说对于这个书这个事 就像你看 什么都分两条路 你比如在音乐里 就是有人是还追求音乐本身 但是有人是已经拿这个事当买卖了 或者比如说偶像工业 我就是做生意做买卖 我发现书也一样 有些人 包括很多读者 这次对这个富豪榜也是说 说书是书 钱是钱 俩没什么关系 这反映一种价值观 但是实际上啊 我就发现这个新时代的 还有一路啊 就是说这就是个买卖 这个买卖并不是不好 你不要贬义词 对吧 这买卖也是满足人的这个需要嘛 你看他们讲 就是这个排名第二 这个郭敬明 这郭敬明 他不仅自己出书啊 我看着有人采访他 他自己也用的办杂志 对对 他自己也发现这个年轻的作家 迪安 对吧 那么我看他就有一个眼光 他的眼光就是说 我看这个人的小说啊 或者写的东西 我给不给他发 我包装不包装他啊 我不仅要看他写的好不好 我还要看他能不能改编成动漫 改编成什么 他是企业家了 动画 对吧 你看这完全 他是一个产业的眼光 这跟我咱们过去的对书的那个 咱们先去点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啊 往往啊 这个你看一个人 他崇拜什么 你就知道他缺什么 对吗 你看我 我就觉得 你看我崇拜李小龙 你知道我缺什么 你想穿背心吗 我要一穿背心 乳胸都出来了 我这样 你想 我还崇拜什么 其实呢 当然你比如说 很多人骂这种为父不仁的 或者这种土财主 这种什么 不知道什么来路不明 弄弄钱的 但是你看 我很佩服那种挣钱 很有挣钱能力的人 我有些朋友 我就觉得 当然我也没法当他 因为像咱们这个强迫症患者 我觉得当他我就睡不着觉了 可是他挣的那个钱呢 那简直就是说 几十亿几十亿的就这么挣 当然我也就跟他们有一个形容 我说你们呢 就叫富贵显中求 我说你就这种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啊 比如说做这种资本游戏的 那些人 我说你怎么睡得着觉 但是我就发现他们呢 有些人天天不醉乌龟 天天这个喝酒 但是我老是说 我说你气魄真大 我要是你甭说几个亿 几千块钱没还人家 我就睡不着觉了 所以你就觉得 而且你看我身边的朋友 基本上像你们这样的人还是多 靠写字 靠主持个节目 仅称穷人 我跟你说 哪怕是他们演员 他们歌星 他们挣的那个钱呢 也是有数的 说实在话 你去进行一个演出 你唱两首歌 你去出本书 所以我就总称为 都算体力劳动 那么最近他们就感觉到 就说实际上啊 好像是挣钱一年比一年多 可是为什么人们的感觉 是一年比一年穷 一年比一年囊中羞涩 紧张 更觉得想急迫的要挣呢 你知道因为像明星或者歌手 你刚才讲的 你说他们这是体力劳动吗 从一个角度来讲 是 但是现在有一个他们不在挣钱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是在挣钱 就是因为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发展 叫代言 因为代言本身也是拿你这个人的所有的 以前今天将来 当成是一个 怎么说好像是一个筹码压在那边 大家就在看 你如果今天说错一句话 走错一步路的话 所有这些东西都会报废 所以大家很紧张的一个原因就是 如果我今天出来讲了一句不对的话 那我以后可能也就有些路就断了 所以变成说这种文化这个东西 它已经不是像我们以前 就是说你做好自己这个本分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你的报酬 可是您以前就算一个老百姓好了 因为毕竟有资格去当代言人的人非常小 一个老百姓每天上班打工 还是有这种焦虑的 我也是怕我稍微一个文件写得不好 我老板看到把你炒鱿鱼 我的整个生命也是受影响的 所以那个大家还是说有那种焦虑感 这是整个资本主义 没有大锅饭下面的焦虑感 有人说那是好的嘛 强坡你向前 基于说文涛说 为什么你的朋友们 那会钱越占越多 可是感觉好像越来越穷越来越紧 有一个说法 他们说是通火膨胀 这当然是一个原因 客观的 主观是说人越来越贪 越来越觉得不足够 还有越来越要比较 其中一个祸首是什么 那种排行榜 对不对 一天到头几百个排行榜 突然出现又说谁谁谁 我本来坦白讲 我本来自己写作收板税 收得心安理得的 我一看来就排行榜 我记得两天睡不着 怎么同样是拿笔的人 人人家过敬名你看 但是你知道这种比较 他对媒体来讲是必须的 因为他放在那边的时候 就有戏剧 因为大家一看的时候 就觉得说 好像心跳也快起来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 比如说作家也好 戏剧导演也好 就是张一谋跟陈凯歌 同时有个电影要上 冯小刚又来第三部 然后江文在第四部 大家马上就说 我们四大四大 那这四大就是有一二三四嘛 你不能说是四三二一 还是有个第一就是排第一的 我现在常常觉得说 这个东西要看你自己 怎么看自己 比如说你很清楚的知道说 这四个都是选择 那他就没有比较的成分了 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都知道说 我是香蕉 它是苹果 它是橘子 然后它是葡萄 那你没有理由说 葡萄好吃过香蕉嘛 那只是你的口味问题 比如说笔票房 是吧 这事就可以笔得很拧吧 对吗 尤其是我们搞戏剧的导演 更不平衡 因为这个笔票房 你还是要先知道 自己的长处在哪 因为像有些导演 他就知道 比如说在欧洲 或是美国 他又知道说 这叫Art House 这是艺术电影 那艺术电影 它怎么样都不会跑出一个 好像说几亿的票房出来 但是在这个艺术电影的范畴里面 它如果能够达到 比如说水准 或许口碑 或许有一点钱赚 没错 那这个就是它下一步的资本 所以其实它不是说当下的那个比较 它是要看 接下来它可以用这个来生产一个怎么样的未来 而且人也有自知之名 我还记得讲到作家的话 香港有个非常出名的女作家 艺术 有一个阶段我们叫她艺术公司 艺术公司 艺术姐姐 她是这样说 她说曾经 她妈妈看完报纸 那个报纸说 台湾那个女作家 也是写爱情故事的琼瑶 对不对 大名鼎鼎 那艺术的妈妈看完报纸说 琼瑶每年收板税多少多少钱 非常多的钱 就跟她女儿说 你看人家同样跟你写爱情小说 妈妈常这样对女儿说话 那个琼瑶赚多少钱 你怎么赚那么小 那艺术的回答也非常有自知之明 她完全心安理的说 对啊 她钱赚的比我多 可是我比她漂亮 我穿牛仔裤比她好看 她觉得 每个人总有很多优点 十根手指头有长有短 你要懂得自知安慰自己 我觉得那种生命哲学 蛮快乐的 不过鱼书其实心里面 一定还有这句针 不然的话 她不会基督写出来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我给你们看一位美女 实在是非常美 咱们导演可以出一下她的照片 这是说 我就觉得这小姑娘太可爱了 你看长得 她是什么故事呢 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举行慈善晚宴 来的都是富商和社会名流 就这个小女孩叫Lucy 捧着30美元25美分 来到门口 被保安阻止 然后这小Lucy说了一句名言 说叔叔 慈善的不是钱 是心 对吗 好家伙 闻听得这个消息之后 安南亲自出来 把小女孩接近晚宴 最后她这场富豪晚宴的主题 就变成了慈善的不是钱 而是心 传为美谈 实际我也闹不清 这故事是不是编 听起来像广告词 还有歌词 怎么歌词的不是 歌期待不是面 是寂寞 不是 我这说这意思是说什么呢 数字 你发现没有 过去我们老板老说 我们现在要就数字化管理 咱们进入数字时代 很多东西像你讲的票房也是数字 这现在真的是一种数字管理 这个数字管理 某种程度上 它反映了一种 什么呢 你比方说 我那天就讲 什么时候有这个富豪排行榜 这个在古代啊 不管是东方社会 西方社会都不会有的 古代有哪种排行榜 贵族排行榜 说是比如说门阀制度 是吧 比如说李世民他们家出生 什么世家 他可能有那个时候这种排行榜 哪怕你是个穷光蛋 但是你受到社会的荣誉 你光荣 对吧 但是大概我觉得也就是从资本主义 开始 慢慢的你看 像福布斯排行榜 就是说你仅以财富 你就可以在社会上上榜 就星光耀耀 然后你看到现在 我就看全是数 我收视率 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什么 文章古代也有不同的排行榜 除了权贵 贵族名门以外 还有孝道 谁家的孩子比较孝顺 少年排行榜也有 孝道排行榜 然后坦白讲也有财富排行榜 哪一个地方的商人 他赚的钱最多 他田地最多还是有 可是当时有归有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他不会透过大众媒体 让我刚说的那个例子 本来活得好好的 一看作家收入排行榜 我就睡不着了 我也吃醋了 没有把那种比较的变成 渗透出来 变成一种压力 给了所有人 那两个情况 但是两位 其实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在学校第一名第二名 不就是最早的排行榜吗 就是在幼稚园就已经有了 而且这个排行榜 它还会让我们觉得说 自我形象 或许自我感觉 很早就开始定型 因为如果我还记得说 我其实小学三年级之前 我一直最低分 都是排第四 排第四我已经要打手板了 就是排第七 本来买了票去看电影 都没有得去了 但是一到了四年级之后 我就十八二十七 才一直往上面走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就慢慢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说 反正我就不是念书的料了 就是这个东西 它会影响到 你对自己的前途的 一个某一种想法 好像是前两年 我记得是广东省人大 我当时觉得 人家议论一个什么法 就很好 就是说 以后是广东 还是湖北 我忘了 就是以后建议中小学 不能公布学生的 考试成绩的这个排名 就说你这个东西 对孩子实际是个不好的影响 就像是香港公司 你不要打听收入 你知道吗 如果工资一公开 我在凤凰肯定 我就不干了 知道吗 对不对 人就怕你这么比 而且是单一标准的这种比 但是他们也会说 小孩子比 是因为更早 让他们知道一个东西 叫知耻更浮涌 所以这个羞耻心的 一个教育 就是要通过这样子的 让他觉得说 我不行 然后我下个学期 我要追上去 但是问题是 那个时代是那个时代 现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时代 你还用那一套标准的话 因为我们更注重的是 小孩可以全发挥发展 现在小孩小学 香港的小学都没有功夫 早就实行这一套 一直到高中之后 才少少有功夫 我觉得考第几名 是孩子的严 个人严肃 对吗 我不是这么全班 我不是这么全班 所以我不是这么全班 我不是这么全班 所以我把你坚持之后 也好 我不是这么基本的 你这么个人 他就是那种